六月上旬连日下雨导致瓜类采收大受影响 新竹县虎口香种植21公顷 有五成的西瓜因为藤蔓烂掉果肉受损 还有六成的哈密瓜泡水发霉 中央就启动了天然灾害救助补贴农民损失 西瓜裂开流出红色果肉 还有哈密瓜发霉整颗烂掉 虎口香种植瓜果约21公顷 但采收期遇上连日下雨农损严重 那个吹北风又下雨就影响很大 所以很多瓜果到最后都倒腾 很多都壁骨裂掉或是烂果的都很多 种西瓜15年三分地有五成农损 瓜农说今年没雨季有寒冷的北风导致藤蔓烂掉 就怕果肉连带损伤 而众议公顷的哈密瓜农也说 瓜类就怕这么多天下雨 农损将近六成 前阵子的枪下雨下的太长了时间又多 然后下雨是大太大了 然后雨又没有停 导致我们的羊香瓜的受损太严重了 损失的瓜果量到六成了 县公所会同农业处等单位线刊 确定符合天然灾害救助标准 6月27号前损失率超过两成的都能提出申请 农民心里都在淌血 那我们6月11号的时候我们有拜托我们农业部北区新竹办事处 还有我们农粮署 还有我们新竹县政府 还有我们桃源农改厂来我们现场会刊 那目前刊灾的结果是符合初步的一个规定 所以我们现在就参照我们农业部天然灾害 现金补助的一个救助办法 再请我们农民有符合农损资格的来我们湖口相公所提出申请 让农民能够减少损失 农业部公告 竹北 新丰 湖口的西瓜 每公顷补助6.2万 新丰 湖口的哈密瓜和新丰的香瓜 每公顷补助8万 降低农民损失